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长了一张明星的脸 人见人爱 也希望顾老板能给个机会演个角色 你一会儿等一下 我先看看吧 你女儿是四号选手 田小璐对吗 对 如果她具有明星的潜质 我一定会给她机会 真的吗 那谢谢了 记住啊 四号田小璐 谢谢啊 谢谢 四号田小璐啊 谢谢 各位来宾带着 大家好 我是四号田小璐 我是一个温柔体贴 善解人意 喜欢文艺 活泼开朗的女生 我喜欢唱歌 跳舞 运动 看书 看电影 等等 谢谢 天小璐小姐 如果你有机会出国旅行的话 你会选择去哪个国家吗 我要去女儿国 请问女儿国是哪个人 女儿国是净花园里面的一个国家 你有没有看过这个小说啊 没有 那您为什么这么喜欢女儿国呢 因为在女儿国里面 男子反穿衣裙 作为妇人 以致内饰 女人反穿宣帽 作为男人 以致外事 我觉得这很好玩 因为男女终于平等了 不错 回答得非常巧妙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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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花园 我也看过 是吗 嗯 我特别喜欢里面的女儿国 在那里 女尊男卑 男人还要穿裙子呢 而且里面啊 是女人取代了男人 替男人去管理国家什么 嗯 我特别羡慕那样的社会 那个时候 女人可以有主见 不像现在 接下来的才艺表演 有请我们的四号美女 田小璐小姐 我中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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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嗯